喂喂喂,王的女人,谁敢动 乐者,拈花惹笑,拨奖,一刀苏苏,一种侃侃 后期,千雪,哎呀,独家出品哦 第八百四十九集 是 这一回,赵玉生不敢有什么耽搁 回头一挥手 兄弟们,走 前方的人让出一条路 受伤的兄弟,骑马快速跟着赵玉生离开 其他兄弟随时做好作战的准备 爹爹 凤九儿侧头看着身旁的凤梨 来不及了 凤梨淡淡回应道 一阵狂风袭来 吹起了所有人的长发和衣媚 风越来越大 坐在马背上的人若不是内力不浅 或许会直接被吹倒在地上 凤梨醋了醋眉,视线一转 看着一旁的山丘 只见一位绝色的男子立于巨石之上 俯视着山剑中的人 深秋的山风本有几分冷冽 在白衣男子出现之后 四周瞬间变得冰寒 凤苍穹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美男 五官精致绝伦,身材高大,细雨轩昂 年龄在他身上就是一个谜 凤苍穹的视线在凤梨身上一扫而过 落在凤九儿身上 凤九儿猝了猝眉,牵着马绳 与湛青城一起护在凤梨面前 我不会与你回去 放了大家 凤九儿轻声回应 你要用自己的任性 让这里所有人给你陪葬 凤苍穹眸色一沉 四周的空气就像结了冰一样 我们不怕死 要走一起走 要留一起留 乔木盯着高处的男子冷声道 忽然一阵掌风袭来 轰的一声 掌风到达之后 炸裂了一块巨石 臭丫头 这轮不到你说话 韩颖冷冷一哼 在凤苍穹身旁落下 韩颖的掌风不容忽视 哪怕乔木及时躲避 气息还是乱了不少 为了不让凤九儿担心 他强忍着将口中的灼血 给咽了回去 乔木 凤九儿回头看了一眼 我没事 乔木摇摇头 依旧昂首挺胸地 看着上方之人 九儿 你无需泼马 哪怕今天我们所有人 丧命于此 也不会将你一个人留下来 恐怕他们 也没打算让我们离开 木摸 看着凤苍穹 好看的毛子 轻醋了醋 既然都不怕死 就从你开始吧 韩颖冷眼看着乔木 突然一跃 纵身靠近 乔木紧握银枪 一跃而起 同一时间 剑衣也持剑靠近 一瞬间 纠缠在一起的三人 落在另一边的山丘上 激烈对战 九儿 父皇再问你一句 出手吧 凤苍穹的话 还没说完 战青城沉声打断 凤九儿月眉一皱 顿时握上了战青城的掌 他回头看着他摇摇头 不可以 不到最后一刻 他也不能让九皇叔出手 凤苍穹 对上战青城的目光 微微勾了勾唇 北木国战神王爷 可惜 今日只能葬身于凤族了 视线 在凤梨身上扫过 凤苍穹摇摇头 你们二人 一人武功全尸 一人身受重伤 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还妄想保护我九儿 啪的一声 乔木中了寒影一掌 身子瞬间往下坠 龙十一飞身而起 将他接在怀中 不用管我 乔木揪着龙十一的衣妹 想出口的话还没说完 一口浊血 从嘴角溢出 回头看了乔木一眼 凤九儿闭了闭眸 转身 视线再次回到凤苍穹身上 他紧紧地揪着战青城 一方面是想压制男人的怒气 另一方面是心疼 我不需要谁保护 放了大家 我跟你回去 九儿 今天是必定要与父皇回去 不过这里的人 谁也别想离开 凤苍穹冷冷一哼 一挥手 队伍后方一片惨叫 根本没有任何的时间 做反应的几个 坐在马背上的兄弟 被狂蜂扳倒在地 几匹马儿受了伤 爬都爬不起来 凤九儿揪住战青城的力道 更紧了几分 凤苍穹对上他倔强的目光 闭上双眸 浅叹了一口气 睁开双眸 看了凤九儿一眼 他的视线 落到了凤梨身上 看来他不死 你也不愿听父皇的 是不是 不 凤九儿张开双臂 瞪着凤苍穹 你不可以伤害他 本想挡在凤梨面前的小丫头 现在就连他的九皇叔 都被他挡去了 突然 一阵旋风从身后而起 凤九儿回头看了一眼 可身后马背上的男人 已经不见了踪影 山丘上 多了一道玄色的身影 他绝色 冷傲 高贵 如同神奇那般 哪怕战青城的身旁 还站了一位国君 可同样长得 精美绝伦的凤苍穹 在战青城面前 也黯淡了不少 战青城的皇者气息 比凤苍穹还要强 就好像 在他面前 凤苍穹只是沉的存在 九皇叔 不可以 凤九儿微愣了下 深吸一口气 一跃 身子已经稳稳地 落在战青城身旁 他的速度之快 让看到之人 都叹为观止 带他离开 战青城 侧头看着木木 低沉的声音响起 九皇叔 凤九儿揪着战青城的衣袖 生怕他要动怒 在木木想要 带凤梨离开之际 凤苍穹一簇 纵身一跃 往哪儿去啊 声音还在山丘上萦绕 他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凤九儿 猛地反应过来 立即放开战青城 追了上去 两人的速度都极快 一般人 就连他们的身影 都看不见 爹爹当心 只听见凤九儿 低喊了声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 地动山摇 谁也看不到前方的情况 寒影一掌将剑衣推开 立即转身往回 木木 却在他过来之前 趁乱带着凤梨离开战圈 转眼不见了身影 不远处 两个相隔不远 面对面站着的人 脸色都顿时苍白了起来 蒋黄叔 凤九儿凄厉的声音 响遍了整个山谷 他还是出手了 他连阻止都来不及 看着战青城高大的背影 凤九儿甚至听见了 自己心脏破裂的声音 被强烈的气流 逼退了好几步的他 深吸了一口气 不顾一切 拔腿往前跑去 刚才本是他要帮爹爹 挡去凤苍穹这一掌 却不想身子一倾 他就这般被抛离的战圈 战青城动用了 最后一份真气 为了他 为了爹爹 硬生生地 与凤苍穹挡了一掌 九皇叔 你还好吗 嗨 亲爱的苏堂们 我是一刀苏苏 2019主播榜单 就要出炉啦 在27号之前 每天都可以抽卡投票 也感谢大家支持我 为我投出的每一票 爱你哦